大马路上被园警团团包围 一脸嚣张的黑衣男 就是先前在用河地区 爬气窗嵌入民宅 还要伤女屋主的窃贼 逃了八天 最后还是狼狈招待 谁会想到他会从一个气窗 这么小的气窗爬进来 太夸张 我们现在社会是怎么了 回想事发经过 心里还是有点怕怕的 因为怎么也没想到 光天化日下 窃贼会如此大胆 从厕所旁 小小的气窗 利用他瘦小身材 攀爬进入屋内 甚至还对他攻击 从这边把我们的这个风扇 放下来之后 从这边丢进来 当时一家人还在睡梦中 范贤疑似想到客厅行窃 没想到被母子俩撞见 三人在楼梯间发声扭打 范贤还扬言要迟到砍人 甚至趁机咬了女屋主一口 随即逃离现场 不过因为当时右脚没穿鞋 也成了破案关键 警方调阅沿途监视器 发现他四处骑车游荡 最后在图书馆找到人 但他是工程 因为自己两个礼拜没工作 才会出此下策 前犯到案后 坦存犯刑 那我们也因此又追出另外一件 住宅窃盗的未遂 古兴犯贤先前就窃盗核毒品前科 原定24号就该入狱服刑 但他四处躲藏行窃 甚至亮道伤人 这下被逮 也得好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